大家好,我是小颖 秋天,和豆浆不如吃它 黄蹄桶含量高,打成糊蒸香哑,润燥提升 入秋后天凉了,晚上不冷不热的 睡觉非常舒服,早上都不愿意早起了 早上起步来,早餐就经常来不及吃 所以入秋后,早餐我最喜欢做一些懒人的快手早餐 平时家里都会准备一些牛奶,面包之类的 早上拿着走就能吃了 除了牛奶之外,最近早餐,我更喜欢做营养芝麻糊吃 食材在睡前准备好,早上直接打成糊即可 不需要早起,也能吃上 搭配上面包一起,营养饱富,好消化,还防止便秘 是一种老少介意的营养健康早餐 黑芝麻,不仅味道很香,营养也很丰富的 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 还含有糖类,维生素E,卵磷脂,钙,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女人多吃,还能养颜润肤,乌黑头发 我平时做芝麻糊的时候,还喜欢搭配上少许的核桃,花生,黑米和糯米一起 这样打出来的芝麻糊口感更香浓 核桃,花生的营养也很高 多吃可以健脑,补脑 黑米有很多的补气血作用 味道好,营养更全面 早餐吃它,比土豆板栗 牛奶豆浆要强太多了 这里分享的营养芝麻糊做法也非常简单 黑米,花生和糯米 我一般会提前先浸泡一下 早上做芝麻糊,可以在睡前浸泡 这样打米糊的时候更容易打烂 口感更细腻 黑芝麻,建议先炒香,然后再做芝麻 这样做出来的芝麻糊味道更香浓 将食材全部放入破壁机中 加入少许的水 喜欢浓稠的,水可以少放一些 选择养生米糊的程序 走完后加入少许的冰糖调味即可 选择用破壁机来做 比豆浆机做出来的芝麻糊口感更细腻 秋天,吃土豆栗子,倒不如吃它 没精神的多吃点 打成符合真香呀 以下是详细的做法 核桃芝麻糊 准备食材 黑芝麻适量 花生少许 核桃适量 黑米少许 糯米少许 准备配料 黄冰糖适量 详细做法 一,黑芝麻可以先炒香 然后打芝麻糊 这样吃起来更香 核桃也清洗干净待用 二,黑米,糯米和花生 提前用清水浸泡一下 三,将黑芝麻,黑米,糯米,花生和核桃一起放入破壁机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四,然后选养生符按键 一个程序走完成 最后下入少许的冰糖煮融化 搅拌均匀即可 倒上碗里 即可上桌享用 这样一道家常版的营养芝麻糊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芝麻糊 口感浓稠细腻 除了黑芝麻的浓香之外 还有核桃和花生的香 加入了黑米和糯米一起 吃起来口感更好 浓稠顺滑 早餐吃它 营养好消化 还能饱腹 食材可以在睡前提前泡好 早上直接打成福即可 不需要早起也能吃上 搭配面包或者包子馒头一起吃 一顿营养的早餐就搞定啦 老少皆宜 尤其女人 更要多吃 养颜乌发 补充黄体同 简单营养美味的做法分享给你 喜欢可以收藏试试哦 小贴士 一,黑芝麻先炒香 再打糊 这样做出来的黑芝麻糊 口感更香 二,花生 黑米和糯米 先浸泡一下 套发出来后 打出来的米糊 口感更细腻 三,这里用的是破壁机 选择养生米糊的程序 如果是豆浆鸡打出来 口感没有破壁机细腻 喜欢甜的 加入少许的白糖一起煮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